昨天下午的时候呢 两个人又再次携手 以抗抑郁活动特别大使的身份 出现在北京举行了一场 异常火爆的签设会 昨天的签设会 大约吸引了数千名粉丝到场 不过当天的主题 却和这热闹的气氛有点不搭掉 因为林心如和苏友鹏 先后谈起了抑郁症这个话题 为了避免自己得抑郁症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林心如采取的办法 一哭二闹三唱歌 我真的就是会大哭一场 或者是找好朋友 或是去钱贵做一轮 而苏友鹏则以比较难忍的 豁达心态来面对 种种让人郁闷的事情 我不会哭啦 很多东西其实它好或不好 快乐或不快乐 它其实本身都是切实相对 它并没有一个绝对 所以很多事情就观看你怎么看它 据统计 目前我国约有三千万人患有抑郁症 而抑郁症病人的自杀率 更是高达百分之十五 曾经有传言 张国荣是得抑郁症而亡 崔永元 杨坤等不少明星 也备受抑郁症的困扰 东方新娱乐北京报道 杨坤等不少